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疑惑吗 我一开始就给大家时间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请教师傅的 生活疑难杂症答问篇 师傅上人好 牧学嘉明想要请问的是 关于师傅之前的艺术品空想花 目前想要请问师傅 空想花是否有它个别的含义 因为我问过很多 可是不敢自己 请师傅开始 空想花先从创作上来讲 当时有一个机缘 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然后也闲着无聊 那么总是不能浪费时间 那我自己学艺术的 那么就把这个艺术的工具捡起来 那你看空想花的篇幅是都小小的 因为当时我的生活环境比较局限一点 在我不像那个王太龙这大画家 那个画室是一个那个画廊等级的 画室是画廊等级哦 有没有想象过 改天可能要组团去参加一下 参观他的画室 什么叫画廊等级的这个画室 我们永远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 小小的房间 然后窝在床边画 那么只能画小幅的嘛 因为也没有太大空间 那时候又没什么钱啊 所以你们知道油画颜料比较贵嘛 是吧 所以多数空想花都是水彩 水彩信手年来 然后利用以前那些残余的颜料在画 那么那时候是我在这个台北之音 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 然后要转到东森去的时候 人家把我挖角 你们叫跳槽 结果一答应之后呢 就失业了 因为另外一个公司 还要隔九月才能收我 所以我有九个月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这时候想说不能浪费时间 学佛的人嘛 是不是要最积极 善于利用时间 一点空过不得 那么我们从小到大 就什么也不会 那只会画画 那么画画的机缘 也是一种糊里糊涂 我从小没有像一般的家庭 有一个比较前瞻性眼光的父母 小时候要培养 要不然你们现在很多小朋友 没有送去什么才艺班 都点头了 我们小时候什么是才艺班 松家五春 我妈妈常常讲 我们松家五春台语 你们听得懂吗 熟到什么还会剩下 人家是成佛有余 我们是熟到有余这样子 什么都不懂 那就是糊里糊涂就 就考了美术班 然后就一直上来 那你知道我们的头脑又不是很好 不会读书 所以也跟一般普通班 这个在求学的过程 无法跟人家竞争 现在讲的竞争没办法 因为读书不好 那只靠着画画 糊里糊涂接触画画 那好像就扒着他了 他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福墓 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这样子 那当时就在这一个九个月里面画 那在画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当然经过了这些 求学过程的认知 对待的艺术的认知 所以当时在画的时候 刚好跟这个空想花的这个名称 明和 明和就是我们不是特意想一个名称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所有的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的运作 都有所谓的企划 你各行各业要争取个什么case 都要提企划案 艺术领域也是这样 你要展览要提企划案 所以多数现在变成是先有企划案 然后等到我企划案通过了 有人要了 比如说要到补助 有钱了 或者是要到场地 可以展了 我再来针对人家 给认可我的这个企划文字的方案 来依依他做作品 然后最后就可以达成一个展览 我们在画画的过程是比较没有这一个 这个历程 那你说为什么 我前面有讲 因为我们不会读书 所以也吐不出什么象牙 所以在企划案也不太会写 文字驾驭比较差 所以就觉得 哎呀 走那条路好累 那干脆自己剩余的什么时间 很自然的状态 就去从事你当下的状态就好了 所以那个空想花 我们先从后面这个字讲回来好了 你们知道 有学过佛的 你就知道花代表着什么意思 美好的原因 对不对 花在佛教 佛家来讲 就是所谓的六度 当我们在佛堂上供花的时候 这个花 两树花 两盆花摆上去的时候 要想到六度万恨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多数不是 多数是 听某某法师说 供花有功德 对不对 那功德来了 可是有时候 功德对我们太抽象 功德长怎么样 对不对 那要具象 那供花的功德 产生我的美貌 对不对 那很多女孩子喜欢供花 对那就供花 每天在那边求美貌 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 那永远只看到花开的时候 他都不太愿意看花谢的时候 那么你供在佛堂上的 现在还比较科技昌进 农业昌进 这个整盆的兰花 带根 所以它可以开很久很久 那以前没有 以前就像这样子 插个花 这个一盆花大概持多久 一个礼拜有没有 一个礼拜不错 当然 有你们的加持力 它可能可以撑到两个礼拜 对不对 学过法的都知道 这个有为物质 来自我们的心性 所以有诸位的加持力 这一盆可以摆比较久 那么这个叫花 代表美好的原因 那么如果只是在外面说 原来我供一盆花 这是原因 所以我得到美貌 这是结果 这样的因果的连结 也太过于粗糙 也不是真正共花的意理 因为你不了解到 背后你平和而得的 这个美 这个佛家叫庄严 他不讲美 这些这个字而已 庄严向好 它还含德能 作用也好 那有的人这美 它是没作用的 有的人美 它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这个叫作用又不同 那么花代表着 这个美好的原因 当然就产生了美好的果 所以我们常讲 花讲因果不空 万法皆空 对不对 那么很多学法的人 他理解到这个层次 算不错了 理解到这个层次的人 他的人生 就会少造恶业 因为他知道 他也理解 理解的前提 就是你也会去相信他 认同他 理解的 那么因为理解的因果不空 所以他会少一点 在他人生里面 什么 造恶业 的因 那么你没有恶业的因 你就没有恶业的果 所以这一个人的人生 是不是相对于他不懂的时候 会比较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上 那他当然要变得非常好 非常好 还不一定 因为他还得要有毅力去 中很大的善因 对不对 他也许不造恶 可是他不一定会很努力去造善 所以这个是有等级的意思 有等级 那么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事实上是从我们一个人 有念的角度里面讲的 有念产生了这个十法界 六道轮回 三界 那么在三界里面 绝对是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那么在四圣法界 一不如是 因为这一个城市的因果 特指讲所谓的念佛为因 成佛为果 他还是没有离开因果 那当你超越了四圣法界 回归了一真法界的时候 那时候叫做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他连妄想都没有了 那连妄想都没有 是不是连这个因 善恶因的种子 也怎么样 放下了 那放下最后 妄想无名 最后一品 散尽了 这个叫习气 不是本身 这个习气散尽了之后 他就回归了长极光 长极光呢 禅家讲什么 本地风光 那本地风光 讲得多潇洒 那怎么潇洒 我们还是武萨萨 听不懂 那么也就是现在人用词就是我们的宇宙万有的本体 整个宇宙从何而生 从本体而生 所以人家在讲的这个本地风光也好 或参加在讲的这个明星见性那个自信 就是现在人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 那么其实这个自信 它比本体还本体 所以他用言词无法解说 如果回归在这个自信的层面的时候 叫做长极光 不同中文教下讲的名词不一样 有的叫大光明障 对不对 这叫大开元解的境界 都好 到这个时候 连因果都空了 你看 我们现在能想象什么叫因果都空了 可是为什么在阐述佛法的历程上 很少讲这个 因为我们众生没有基础 我们容易取恶为善 我们容易认为 那个名词是我认知的那个意思 所以我就会错解 错解了之后 比如说罪性本空 佛陀太感恩了 我们太感恩佛陀了 他终于帮我们找到一个 怎么样犯罪都没关系的理由了 你看 罪性本空 对不对 那他告诉你凡数有像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还有后面这个见诸相非相 那么凡数有像皆是虚妄 他告诉你因为他无自信 无自信 是不是连因果也空了 那么造恶得恶果 造善得善果 这个还是在凡数有像里面 那他告诉你皆是虚妄 所以空想花 对不对 花是那个因果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人是用想 这个生命状态去运对我们的人生 的万事万物乃至于学佛这件事情 只要你用想 你就是在空想 所以空想花有很多个层面的意思 空 顿号 想花 空想顿号 花 空顿号 想顿号 花 对不对 空 想花 顿号 或句号 你看你怎么都 所以 佛法一致无量意 总之告诉你 我们再好的原因 产生再好的结果 只要你还是用你的望剑在运作的 它都是空幻的 虚幻的 它的性是空极 像是万有 所以我们切莫执着在万有的世界里 迷失于我们的自信 而忘记了它最后的空极体性 空极体性 却能变现出无量无边万有的世界 所以 如果你不了解空极体性的本质的话 你的人生就没有自在主宰权 也是说 我们现在人讲的 以佛家讲的 我们的生命就随意流转 被业力牵着鼻子走 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的喜怒哀乐 爱无欲 我们的这些苦乐又喜舍 通通是业力产生的 那谁让这个业力产生 我 每一个人相对自己 那个我 产生 那你看现在又讲到一个我了 对不对 那佛家告诉我们要什么 舍我 不是舍我取谁 不是 是舍我就是无我 那个意思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个我的定义叫做忘见之我 而不是真信之我 所以同样两个字叫我都叫我 它的比喻一个是真实 一个是虚假 你比如说 佛好像叫我们要无我 对不对 去我执 对不对 那这佛怎么又告诉我们要藏乐我尽呢 那这个我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对不对 所以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前面那个要舍我 要无我执 就是那一个执着 分别妄想 这三个生命状态定位为我 所以要舍掉 那这三个状态的我又以哪一个我最为什么 那个叫纠结 对不对 纠结 就是执着那个我 所以世间六道轮回的生命 在讲的那个我是什么 是执着的意思 所以要无我 叫做无执着 所以你第一层次的无我无执着了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那六道轮回很多人不了解 那为什么要超越呢 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形形色色吗 对不对 如果超越了 我是不是没龙虾大餐可吃了 秋蟹又要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个毛蟹啊什么 对 没有六道轮回就没这些东西了 虚妄的 我们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执着 根深的执着 我们把这些当真了 所以海贤老和尚才告诉我们 他讲什么 哎呀 这个人世间啊 除了念佛 是事实以外 其他都是假的 对不对 不是只有海涛法师说 那个什么看到错 是假的 他很用忘 对不对 他讲的话 可能这一句是真的 可是 有时候讲话 就是要看对象 你懂吗 所以佛有无量善巧方便在 他为什么这样 说法不是讲经而已 说法是活灵活现的 因人而异 那也本无一法可说 是因众生无量无边的这一些执着见 分别见跟妄想 所以他运用善巧方便 讲了无量无边的法 所以佛说一切法 但除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不用一切法 所以法是要众生是病 所以有无量无边的这一些病 那病成因就是我们的杂念 杂念从妄想来 所以你要把这个杂念空掉 空掉那个想 那么我们用一个想 心上有像 叫做执着 对不对 着相的意思 来代表所有的妄见 那这个妄见 即便你的花是美好的原因 它还是妄见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什么叫中道而行 两边不利 中道不存世为中道 而不是 既然以中道而行 我们就善加恶除以 善加恶除以恶 那就是一半的恶也可以做 那这个就 这不是中道的意思 中道是两边 两边就是对法 是非 对错 善恶 好坏 高矮 胖瘦 有钱没钱 有老婆没老婆 有女朋友没女朋友 现在很多人在比较这个 尤其去了一趟大陆 年纪轻轻 在说哎呀 我现在 在我们家乡 已经是最老的 还没结婚的 几岁啊 26岁 怎么办啊 一回家乡到处 亲朋好友都在逼我 有没有对象 搞得我 就开始精神浩弱 你看 通通是这些东西 你们不要嘴张开开 这是真的 你们 对啊 我说台湾没这件事 他们就很想往台湾 那台湾到底几岁 没结婚算老呢 大概六七十吧 跟他开个玩笑 真的啊 六七十也有多的事啊 我可能到中老都不能结婚 那我不是更老吗 所以这个花即便是美好的原因 它能创造出美好的结果 你都要把它看破 放下 所以叫做空想花 那么空亦空 空亦空 空亦空 空空亦空 你懂吗 这听得懂吗 不懂 不懂就放下吧 对啊 那放下不是不理它 因为学佛你们要知道 它有层次步骤的问题 就好像你们从小读书一样 各有各科系 对不对 各有各自的兴趣 也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从所谓的基础开始慢慢学 那么 又防观到跟树有关的 比如说有等学艺术 不管是表演艺术 还是绘画音乐 等等都好 还有厨艺 烘焙艺 不能漏掉 怕人家师父偏心 对不对 就只有你们那种艺术是艺术 我们这种不是 等等等 这样大家都说完了 对 这些 你看都要练 那你只要有练的这一个事情 生命状态 我们就叫功法 那只要有功法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把基础 砸稳 练就了 最后是一种体会的问题 所以佛法亦复如是 所以你们就知道 佛法不是知见的问题 不是知识常识的问题 不是你会背几步经的问题 或认识几个佛言佛悦语的问题 通通不是 佛法是你练出来的 那从何而练 从你的亲近上来练 那么 我们以前讲什么 这个 学法从何而始呢 我们儒家也讲了 这个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那么我们现在讲说 修行从哪里开始 对不对 修行 这一句 这一大串话已经讲完了 哪里出现第一个修字 修身 意思说 你要修行 你必须具备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的基础 否则你不懂什么叫做修行 这四个条件具足了之后 你具足了修行的条件 这时候你开始要修了 修从哪里开始 自身 对不对 这个身代表了我的口译 因为它是一个载体 承载 我这个灵魂在里面 所以透过这个身的修正 对不对 那么我的总生命的灵魂也在转动 转动到什么 它觉悟了就变成灵性了 那时候就超越了六道轮回 那么你如果没有从自身开始修 你的家业是改变不了 修身齐家 所以齐家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修身 你家就不是叫齐家了 叫做杂家乱家 乱抄抄的意思 不会井然有序 该有的对待的关系都良善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轮五常 都是从我们自身修来的 那么齐家 那你家都不起 你凭什么能够讲所有的治国 对不对 把整个国家给调理好 国家调理不好的人 他怎么有能力去什么 让天下太平 那这时候的天下 我们地球人你看很狭隘 指的是什么地球 对不对 佛家的天下不是 佛家的天下是讲近虚空变法界 近虚空变法界 有无量无边的空间维持在里面 我们地球只是在其中一个小宇宙里的 其中一个小太阳系的 一颗小小星球而已 那么你看佛家的宇宙观多大 他的宇宙就是天下 那么这个宇宙又跟我们世间人的宇宙不一样 我们世间人宇宙就是一个宇宙 佛家的宇宙是无量无边宇宙 叫做宇宙 你看这个概念都超出我们的范畴了 这个连科学家可以理解也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方法错了 这个方法来自哪里 来自禅定 从修身开始 可是你要得到禅定的功夫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前方便四个 格物自知诚意正心 那什么叫格物呢 格是格斗的意思 格除除掉的意思 物是物欲的意思 那么物包含了人士 所以古宴有一句话叫做 物恶独圣 圣是那个胜利的圣 物恶是讨厌那个恶 恶子那个恶讨厌 物恶独圣的意思就是说 凡事事物物包括人 他为什么不是讲人恶独圣 因为人太小了 人只是一切众生的一个现象而已 那么佛家讲的众生众生 众缘合合而生成之现象 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 用一个字来代表一切众生 叫做物 物理的物 那么物最不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最厉害 自己最厉害 所以这个人怕出名猪怕肥 所以这个锋芒不要逼 为什么古人讲 告诉我们爱爱内寒光 老世界刚强 所以教授我们要谦逊 谦逊 是从那边开始 那你办得到谦虚的前方便 也得要从格物开始 那格物顾名思义就是 格除物欲 欲欲就是欲望的意思 不是只针对一个杯子这种物质 刚刚讲的人事物 就是凡官我存在 认知到我处于这个宇宙当中 一切的我的欲望 这个要格除掉 你看古人的标准很高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什么 到过来我们是 修行是为了格除物欲 人家是格除物欲 是有资格修行的 这个落差很大 也没关系 反正佛法告诉我们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对不对 为众生根 岂有利顿之差 那我们没办法像古人那种高根性 利根性的状态 我们就善用于我们的顿根 对不对 只要适合自己就是好法 佛家常常讲最殊胜一法 对不对 他讲了八万四千法 无量无边的法 他每一法都跟你说最殊胜 你们会不会冲突 你说净土也殊胜 我们禅宗也殊胜 密宗也殊胜 你前面还加个三个都最殊胜 那到底哪个最殊胜 一世间人的概念 是不是只加个罪 就是只有他一个 对 那你看我们众生 心量太小了 太小了才有这一个概念 要不然人家不是 人家诸佛菩萨讲的最殊胜 是你 你是你这一行最漂亮 你是你那一行最漂亮 对不对 你看都加个罪 这时候我们心量又开始来 小心量 我这一行也有我这一群都长这样 你又误解了 你这一行就是只有你这一个 你这一个典型只有你这一个 这样子而已 他说我们这一类的人 没有你们这一类的人 为什么 那是相似 你错解了 为什么 一切众生的念头都不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分好的不一样的念 就产生不一样的类别了 所以 类别产生了 你的生存的维持空间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么几十个人 在这边 我们没有一个 完全处在同一个维持空间的 所以你们即便每个人都在 好像很认真听我话 有的已经遨游虚空去了 因为维持空间不在这边 有的是听我的话 大家说我专心听 专心听到的部分也不一样 听到的言词虽是一样 理解的也不一样 你看光你的理解的空间就无限格了 所以这一件能够所有的维持空间 都能来去自如 为普贤大愿能行 所以为什么讲 不修普贤行不能正佛道 原因在这边 他是菩萨的最高级数 所以普贤行愿 不知道就去把普贤十大愿王背下来 背下来就知道了吗 不知道 因为你没做到你就永远不知道 那只问你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你解释一下 解释完了呢 还是不知道 那佛法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知道呢 你心清静 不用谁讲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妙 所以为什么要格物 格物顾名思义就是要你心清静 所以从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修身 讲到这边 开始修行了 你不难理解到 为什么佛家告诉我们 谁开始有资格真正修佛 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完全清静了 所以阿罗汉前面那四个课题 通通完善了 所以他开始修身了 开始修佛了 阿罗汉是超越六道轮回的生命体 也就是他得到了三摩体 得到了正定 你们讲的三摩 他得到的是一个初级三摩 还不是所谓的 所认言自信本定的那一个大三摩 不是 那么这也算很厉害了 那么我们从格物开始 所以在生活当中 一个人 你要去评估自己 不要跟别人 我们众生总是有列根性 只要讲一个人 你就说你看他 对不对 我们听法常常会这样 听法很多在做笔记 就说要怎么样做的 我先生就是 先生就是没有这样 我要抄这句回家跟他讲 我孩子我要抄这句跟他讲 我公公我婆婆要抄这样 都讲完自己都没问题 就不是自己最有问题 结果回去是被他们轰炸 我要跟一个要跟多个对抗 你看多难 人家也在学 所以学法是修自己而已 犹如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在华眼末后里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善才童子的学修 也就是我们当今 每一个生命体存在的境界像 那么这个境界像 能否成就 成就的意思就是 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 这样子大家听得懂 要不然成就大家以为要开公司 那个上柜上市 对不对 不是那种东西 是佛教在讲的成就 就是生命的成就 生命的成就是什么呢 简言之就是你这个生命体 完全没有烦恼忧虑牵挂 那个算是成就 那从这边来讲 你看 跟我们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没关系 那么也常常跟我们世间在追求的荣华富贵相违背 有没有 跟我们自己的心愿也违背 我们为什么耗尽一辈子 从小努力读书 学才艺 对不对 学才艺 然后慢慢长大 出社会 努力工作 对不对 绞尽脑汁 想办法 为什么 为了得到我认知的成就 那我世间认知的成就 不就也是为了得到满足我的心理需求 对不对 那现在多少人满足了 看来好像没几个满足 满足的都已经移民去极乐世界了 我们现在还在待在这边都是不满足的 所以你看 还得拉回来 上公不媚下行 左眼处高 左手处低 对不对 左手处就是我们落实的意思 做这件事情不要好高无远 可是左眼处高 也不是叫我们眼睛长在这边 虽然以前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 长在这边就是很傲慢 看高没看低 可是这时候 再讲这个左眼处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候再讲左眼处就是我们的什么眼见要高远 对不对 依佛家来讲就是我们的愿要大 依师坚忍来讲就是我们的志向要高 志向一种勉力 一种导航的意思 我们要把那个导航立在最远处 最高级处 可是我们在做不能好高无远 我们要从平地开始做 那么也就是刚前面讲的格务开始 所以在生活当中 你只要发现你自己的欲望越来越少 你就代表着你的灵性越来越提升了 你就代表你越接近幸福人生这件事情 可是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刚开始 不一定能理解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习气 跟累生累劫累积下来的习气 不是这样子 被教育灌输的意识形态 不是这样子 所以刚开始不能理解是因为 我习惯了不对太久了 一下要正确 我会觉得怪怪的 是这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不打紧 只要我们耐住心继续 不断再把欲望越丢越少 越丢越少的时候 你的决心就会习惯了 你就可以掺得说 我真的越来越感受上越幸福了 也许事项上还不一定如我意的风食 可是你也有清楚的头脑理解到说 为什么 因为有过去生的业力 这时候障碍住 让我一下得不到 那你因为你决心出来 你就懂得理路了 所以你就会知道这是合理的 而不会再徒增一些无谓的怨 不是那个怨力的怨 是怨言 抱怨的怨 不是无谓的怨 所以话很累 那么从格物开始 那你这样就可以慢慢去体会到 人啊 还不是神啊 人生的一种所谓的清幽 慢慢的就显露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难免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会冒出以前贪欲的习气 从这边继续在格斗 对不对 在格除 这是所有生命要变幸福 美满的人或众生的第一步 那么只要我们这一步能守住 我们的自知就会出来 自知 在佛家讲什么 法门无量事愿学 对不对 就是无所不知 什么都知道 那个意思 那当然自知不是那么狭隘 只有一种解释 它有多种解释 就像你刚刚讲的空想花 对不对 空顿好想顿好花 那这是什么意思 三个拆开来 那空想顿好花 空顿好想花 等等 你去掺 这个东西是要掺的 总之 我再拉回来 要交代 再交代一下那空想花 师傅就乱讲去哪里了 其实有相关 我是怕你们不能连结 那么就是 空啊 那就是我们的自信 本空 可是它不是空无 不是空无 它空而灵验 所以叫空灵 那么 这个空灵 所以产生 那个花又代表了 生生不息 是吗 植物先开花后结果 开花就代表结果 结果里面有种子 种子掉落又继续 然后它又会跑到最美丽的时期 最美丽时期是不是又开花了 开花了 然后它又循环 又结果 又掉落又开始 生生不断的循环 那这叫做因果 不空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因果也空掉呢 因为因果不空在旺的世界里面 那你要把它空掉 你就回归真的世界 那时候就是六祖非能祖师讲的那句话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它不是说何其妄念 能生万法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时候是所生 所现 那么 妄念 分别 执着 这叫意识作用 意识成就变了 变了 现出来跟变不一样 比如说 花开出来了 那我把它拿在手上揉一揉 这是不是原来那朵花 它的组成结构还是原来那朵花 可是它的样子不一样了 是被你变了 变了 那本来现出来是这么美好的一朵花 被我这样揉一揉 变成支离破碎 还是花 你们要支离破碎的花吗 除非做厨艺的 要吃的那种 要观赏的就不是这样 这代表着什么 我们世间就是像这一回事 我们心献事变了 心献出来 所以任言经告诉我们 诸法所生 为心所献 献出来的是美好的 那是我们自信启用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出来了 很漂亮 所以诸佛的暴徒 诸佛都住在所谓的一针 一针里面 当然它自处长极光 暴徒一针 一针法界 是完全完美无瑕的法信徒 非常的完美无瑕 很漂亮 漂亮至极了 完全没有痛苦 那么这时候众生 一望启用就开始了 唯心所谓 唯事所变 这就开始变了 对不对 事 我们的阿拉耶事 第七莫娜 第六义事 前五事 银耳鼻舌身 就是这些在作用 这些佛家术语 前面那些讲法就叫做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这些东西叫做事 就开始把那朵花揉碎 要揉夺碎就看你 那个执着程度多大 分别见多强 妄想多复杂 这是这件事情 所以唯事所变 就开始把我们这个事间开始扭曲了 转变了 那我们迷失的人会以为多知多彩 其实是我们要承担多知多彩的 另一个层面的叫做 物极必反的痛苦 这时候苦而成生就出来了 那么 诸法所生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一切世界为成 因心成体 因果也是 也是你那一颗新线事变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把起心动力空掉了 你这些花也空掉了 这些粗浅的美好空掉了 你就得到真正的美好 是这样 要解释清楚 要不然等一下 你这个美好也空掉了 大家就不要学了 都以为到这个层次 佛法深奥难懂 它不是秘密 比如人家讲秘宗 不能传 天机不可泄露 不可泄露 释迦牟尼佛这么多嘴 讲四十九 你干什么 所以是他深奥难懂 怕我们不了解 所以暂时有些话不说 等你的层次提高的 他就仔细说 提高到最高级处 不用用嘴巴说 那个笑一下就说了 加色碾花为笑 人家就开悟了 人家还正果 不是只有开悟 那只要碾花 我这样 你们开悟了吗 全部都拧掉了 你们还没开花开悟 所以你看产本多妙 这个是要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的悟处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之间都不一样 所以学法可以多知多采的缘在这边 可是原则原理不变 都没有离开 从格物开始 那格物你还自知 刚刚讲自知 对不对 还有一个自良知 对不对 你就导致了促成的意识 你的良知良冷出来了 是从哪里来的 格物 那这是从体性讲 你内在本来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能力 就会流露出来 这是根本质 所谓是般若无知 启用无所不知的 这个生命状态 那么如果从向上 外面的向上讲 就是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在外面 那个一个是能力 能所不恶 所知跟能知 它是不恶的 它是同时的 所以这时候 就是佛家在修学的根本质 那么根本质出来的人 才有条件去广学多文 那在广学多文 不偏颇的状态 你还得要有这个诚意 的生命状态 要不然有的人这些 出来之后 他的劣根性又跑出来 不真诚了 不老实了 就会把前面的格物 跟自知又扭曲掉 所以这个格物自知是 这个善根刚萌芽 刚萌芽出来的时候 你要善户 那很多学修人 他有萌芽 他没有善户 最后 他让这个种子 又去接触不好的养分 人格又烂根 他变暖经济 然后也没有发展 最后还会发臭 本来是可以长出一棵漂亮的树 开漂亮的花 结漂亮的果 再循循不移 对不对 循环不移 那个美好的循环不移 现在一开始就烂掉变臭 变成恶性的循环不移了 因为他会长霉菌 霉菌又蔓延 你看一间屋子 久的霉菌长成了 这间屋子可能就生透到墙壁 它就比较脆弱 等等 就没有作用 所以诚意 振心 把那个你的心性稳住了 然后稳住在一个正的轨道里面 这时候这些之鉴都具备了 状态具备了 可以修行了 因为你有定见 在这个时候才有定见 那么我们即便前面的格物努力在做 可是我们不一定有定见 没定见很容易在你的 修持的过程里面被影响 东来俱西来 俱价值观不一样 那人都是这样 互为影响的动物 常常是被影响比影响人还多 坏的影响又比正的影响力道还足 所以很多学习的人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说 怎么要变好这么难 要变坏这么容易 那佛也很慈悲地告诉我们 众生 有26个二心所 那么26比11 怎么能跟他相比 那么来到这一个时代 21世纪又恶缘多过善缘 所以刚刚讲那个花 因善因遇到善缘就结善果 那么善因遇到恶缘也不会结善果 那么这时候恶因遇到恶缘也结恶果 恶因没有恶缘 他也不会结恶果 就有这个关系 所以修行有诸多的法 方法门禁都不一样 都好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善于从阴上修 有的人善于从缘上促成 都好 他都可以让你决定你的结果 这时候的常乐 我禁 那个自在主宰的意思 这个我叫自在主宰 这个自在主宰前提 就是你要有定见 你要有这个自在主宰的我产生 你势必要去把那个我子的那个我去除 因为只要是我子的那个我去除的话 我们是业力引导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生存的状态 跟未来的发展 这辈子未来的发展 都是决定在我过去生生世世的基因 基底 叫做过去生的DNA 这不是肉体的DNA而已 我们灵性也有DNA 所以就是那一些造作产生的一股力量 这时候叫做业力 业叫结果的意思 这个结果的力量在牵引我们 所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 所以这个业力就是一股能量 现在科学家也帮我们去印证了 所有的宇宙万物 物质跟精神世界的存在 通通是能量变现出来的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能量不单就所谓的善 或单就恶 它一定是具足 我们一个未开悟之前的人 一定善恶种子过去都种过 所以就结现在的善恶能量 汇集于我们这个生命场里面 我们未来的走向就是 在生活的道徒上遇到任何人事物 加上时间的概念跟空间的概念 加住进来 这个叫圆 非定圆 它就会交在我们或者是促成我们这个能量 业这个能量 看哪边的力道比较强 它就哪边形成你该面对的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 所以如果它促成你善的 十一个善的这一个部分 那你的人生就会过得觉得很幸福 对不对 什么事都很如意 身边也没什么小人 你们要犯小人什么的 心想事成很容易 可是你看 难担保一辈子 因为刚刚讲的你这股能量绝对不会单一善或单一二 那么善的源 促成善的能量的基因出来善的结果的时候 它已经爆了 善有三爆 二有二爆那个意思 爆了就是你已经受用了 所以在你受用的当下 你的概念没有那个空想化 那个空性的一个认知的话 你是不是又会依着过去生日式 来到这个人间的那个我值运用 我值有起心动念 严重的起心动念 这时候你那个我值又产生一个业力种子 又产生一种业的能量 那就看看你这时候产生的是哪一类 我比喻 刚刚讲的 现在产生的是善的境界出来 我在受用善的境界 我这时候会不会贪恋 迷恋 或看到别人没有我的善 我得意洋洋 你看这些起心动念是不是都是恶 你有这些恶的时候 你又开始在当下 这个受用的当下 没办法保持住这个善的境界 你又当下创造恶的种子 所以你当下这个概念是恶的时候 你这个善的境界就被抵消了 这也叫消业 差别这是消善业 善业越消你越痛苦 恶业越消你越开心 这样子 善业消掉了 你又创造一个恶业种子 这个恶业种子是不是明天就会兑现 不一定 就像我们现在兑现的很多是上辈子的因 而不是这辈子 那总之就会在未来 一个大的概念叫未来 那未来不一定是明天 可是有可能也会是明天 因为看你明天遇到什么缘 所以业力种子的现行就是以它的引力的大小 跟接触圆 这个圆就是一种引力 以大的作主 以大的作主 所以就会开启你 那这个是在我们人道的一个基本逻辑 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处逆境与逆远 无称慧 不要有负面的想法 逆境逆远的时候 你这时候叫做消 什么 恶业 因为逆境逆远 善境善缘 无贪吃 愚吃 不明白 贪恋 没有这个 所以你不但在受用它 你也没有在折损它 你也没有因为在受用它而在造恶业 所以你比较确保未来会越来越幸福 那你的善业就会继续保持 因为你当下的起心动念是清静的 清静的起心动念 比起善的起心动念要来的高一级 所以如果能够保持在清静的起心动念 保持到你临终那一刻 你超越六道轮回 那么你的下一辈子就没有这一些痛苦快乐 快乐美了又痛苦痛苦 又想去找快乐快乐 才会找到又美了又痛苦 没有这种事情了 那么这种状态的快乐 佛告诉我们一个名词叫苦暂停 苦停止了 苦停止不一定有快乐 那这时候是一个感受上的落差 所以以为是快乐 这是我们众生的错知错见 得一种错觉 现在人讲错觉产生的 所以既是错觉没了 他还是痛苦等着你 所以这六道轮回特色 那刚刚讲的要超越这个 你得要具足了清静心我直 所以诚意 这个格物自知 诚意振兴 还超越不了六道轮回 要从修身开始 对不对 那修身就要确保你这件事情 前面那四件事情 做得非常的成熟 成熟到你没有动念 你也在运作 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想要做坏事 可是每天都在做 对不对 我说不是没想 是你想得太彻底了 太彻底想到都不用想了 你看看 那个比较没想是有在运作 这个生命状态 你就有起心动念 只是你习惯到 你这个起心动念 想到习惯到 那个量大到你不自知了 不自知了 所以那种想是不是更加的想 所以我们的习气常常会用 我没有想 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堂塞 那最后你就没有改善的空间了 所以你必须要重新认知 原来我是平常一直在想做坏事 那你这时候才会开始踩刹车 平常要进过一些扇 这是六道轮回 那个花的世界是这样 那这个世界要空 把空去想思维 花这个有因有果的世界 这个东西空掉 空掉就放下的意思 那放下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认为的多知多彩 听到是放下 不是放弃 那放下多知多彩 不是说你人生有多知多彩的世界 你是一种罪恶 不是 而是你受用它 你要保持不被它影响 你的起心动念 所以佛告诉我们 可以享用而不能执着 不是什么都不行 那什么都不行 我们干嘛还学 对不对 这叫解脱法门 那什么都不行 叫做束缚法门 那你要学解脱还是束缚 可是不能恶化 人家佛在讲的 或老祖宗这些圣者 在讲用的言词表达的意思 我们常常会恶化它 所以刚刚讲 你看罪信本空 对不对 所以怎么犯罪都没关系 反正是空的嘛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恶取空了 恶取空保证你 未来的现前的境界向 你的宇宙 会以你的新线事变 变出什么 地狱道 地狱道就是一个 最苦的世界 最苦的物质环境 跟精神环境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活在精神 跟物质环境里面 这个叫地狱 那最苦又有等级 有苦到疾苦 那疾苦无限量 你看你要这样去想象 近期你们现在人间 所有受到的极度的痛苦 都没有第一级地狱的苦 初级地狱的苦都没有 而且初级地狱的苦 大概用 十万亿倍 你们现在受的 你认知最痛苦的 那个生命状态 都还不能比你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样不要想去地狱 这个数字很难形容 因为除非你 我举一个例子 当年阿罗汉 世尊在说法的时候 阿罗汉你们知道 他的生命特色是什么吗 就是说 假设现在你讲特异功能 他有知道自己过去 五百辈子的特异功能 在听世尊说法的时候 他意气想起 当年还未开悟成道 还是薄力凡夫 曾经造出多恶业 下地狱的情景 想起来而已 游冒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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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多恐怖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为什么不信英国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 对呀 你跟他讲这些 他也不信 那这个英国的事情 就很麻烦了 所以第一个 学佛要有英国观的建构 那么英国其实长存 分分秒秒在我们生活当中 只是我们初心大意 不太去能够体会它 喝水是因 解渴是果 那是英国 对不对 然后水里面放毒药 喝了死掉 英国 通通没有离开 流鼻水了 拿卫生纸 是因擦 这个过程 对不对 最后鼻水没流出来 是果 没有离开 吃饭是因 肚子饱是果 我们的人生总和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身心灵的一种困境 是果 过去一定有 属于这一类的错误的原因 产生这个果 所以它有近因远因 中长层的 通通有 所以因果不空 是指它的循环不空 它的转变不空 比如说 现在的 喝 口渴 喝水是因 止渴 口不渴了 是果 口不渴了 是因 所以讲话 滔滔不绝 是果 讲话滔滔不绝 人家听了受用 讲话 如果是法 讲法是因 人家得到法义 开智慧是果 你看 不空 一直在连续 相续循环 转变不空 那么这些 就是我们现在 世间的一种现象特色 那我们要去了解 通通没离开万丈高的平地 起的那个格物 光是格物这件事情 就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了 对不对 那这个也叫佛家常讲的 格物就是离 明文立昂 五一六成 贪嗔痴慢 自私之利 离 就是放下 就是不要的意思 不要这四件事情 你的格物 才能上轨道 要不然我们随时 都是被我们过去的 因铸造的 根深蒂固的 这个习气的果 你看 根深蒂固到 我们没有想 我们就在做 其实这个叫做 重度的想 想 已经累积到 大到我的小脑袋刮了 所以我不知道 那叫想 所以还是在想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在想 有两种可能 一个你已经生五想定了 那五想定还在六道轮回的四禅八定里面 另外一种是你得正定了 也没有在想 那时候叫非想而想 想而无想 佛家老师用这种话听不懂 可是这种话是精准的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 学习的历程里面 我们有我们的意识形态 跟我们的习惯 而不能理解古时候 这一些比较精准的用词 所以学法要叫我们离 明治相 言说相 心云相 要离开这个 那离就是放下的意思 所以刚刚讲到放下不是放弃 你多知多采的人生 要去面对它 对不对 受用它 那么放下的人就可以利用 我们家格善好了 利用好像有现实 他就要善用我们多知多采的人生 去什么 去帮助我们更加提升 那帮助我们更加提升 等同的帮助一切苍生的提升 这个就是善用自己多知多采人生的一个果报 那这时候叫做接赢 而不是双赢而已 是一切苍生通通赢 那么为什么 因为一切虚空法界本然是一个字体 所以我们现在众生看不开 有你是你 我是我 你的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这样 那两个就逗起来 他也是 我的是他的 他的是他的 我们都要抢那个 你的那个我的 所以就做起来了 所以这些是众生的知见 信量太小产生的 所以不断把信量拖宽到你会认知到 整个尽虚空骗法界 原来是一个字体 那时候你就会得了什么叫做法身了 法身会命嘛 那时候正得无身法人 叫做法身大事 那时候不但没六道苦 也没四圣法界的窘境 超越四圣六道 超越十法界九法界 回归我们的一真法界 也就是回归我们宇宙万有的本体 那么那时候 刚刚前面讲的自在主宰 拿回来了 拿回来那时候 你不但正得空性 你连空也空 所以空有 那时候叫不恶 真旺不恶 你我不恶 通通是不恶 所以常常你们在学佛听到人家讲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所以不恶法门它就是没有对立 没有我的执意 通通没有 它就是一体观 同体观 就好像以前我们常讲一个例子 我们人是一个人 好比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你自己 那么所有虚空法界里面的众生 好像一个一个不一样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这个人有六十兆个细胞 一个一个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有相似 相似的凑在一起变成器官 对不对 有眼细胞 眼细胞也有白色的部分跟黑色的部分 然后有的蓝色 有棕色的都好 对 那就算白色的部分 它的形状也不一样 它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相似 相似的这些单位组成一个单位 叫做器官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眼器官又跟鼻器官不一样 可是这是众生 众生就有这个分别对立 所以众生不太关心众生的 众生哪一天会关心众生 就是希望那一个众生对我有好处 他会去关心 那菩萨不是 菩萨是一切众生是自体 他体认到 不管你是眼细胞 还是嘴细胞 都是我自己 还是手的细胞 都是我自己 任何一个器官出问题了 其他的器官都无有条件 但说要为他 恢复健康 就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理解到这种概念 你们无法理解佛菩萨之所以能够众生无边 誓愿度的原因 因为他度那个众生即是度自己 度自己即是度众生 所以自行跨他 自觉觉他与觉醒圆满当中 是圆满的 所以他也是同时的 那么我们众生就是 谁管你啊 我是鼻子 你眼睛烂吧 烂你的 他不知道烂到有一天 就蔓延到他的鼻子了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这都是因不学法之过 而产生的众生狭隘心量 一切众生本来是否 亦本来成否 亦亦当是否成否 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本来成否搞到变成云云众生 迷惑颠倒受苦 搞到变这样 就是我们那个心量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你看是不是 载到最后还需要一个格物 来修 不然本来没有什么格物之之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自果平定下 本来也没有这个 那这个是佛利用善巧方便 去讲这些话 来慢慢引导我们回归我们美好的样子 这有人就反对啊 不是啊这是儒家怎么又说佛 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 印以什么生得度者 则信以什么生为之说法 那么印以儒家生得度者 则信以儒家 学者为之说法 所以孔孟老庄 当然只含了道家 通通是佛菩萨化身化现 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听到任何一句话 当下放下 你当下也是佛菩萨化身再来了 所以再来人不需要是过去成就 现在再来 我们现在都没机会了 那么当下明白了 就照着明白的去做 这个就叫做再来人了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第一初始 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 这些概念给丢掉放下 那从格物做起 那这个格物的初始 就可以最后达到空想花的境界 空想花 这个问题这样可以明白吗 我们要说一句而已 我们要说一点情 谢谢师傅 请教师傅刚刚有说到四圣法界 有这个窘境 那到底在四圣法界 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 可以请师傅帮我们说明吗 谢谢 我们知道吗 这个佛叫什么 我们一切人学修的目标 在于所谓的 阿诺多诺三秒三菩提 那当然这是西来语 所谓印度化当年 那么为什么不翻成中文 它是可以翻的 那么我们在翻译学上 有一种叫做尊重不翻 尊重它圆满的意境 而不去翻译它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一中文 那无上正等正觉又是什么 刚刚前面讲的本地风光 自信本然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对不对 长级光镜图 你看大光明杖 你看讲完了 我讲很多了 对不对 都在形容这件事情 让大家懂了吗 怎么又摇头呢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摇头 因为我们没正德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不知道 那么摇头也对 可是摇头的对是 我们一面对 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知见上对 可是在于不对 是我们没做到 我们这个生命体不对 可是正常 正常就用正常观去对待 那么 佛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就是什么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那么完全没有了 有一个境界 他虽然没有妄想 这个关系稍微了解一下 有妄想的不一定有分别执着 那有执着的一定有妄想 跟分别 就是这个关系 那有分别呢 不一定有执着 可是一定有妄想 是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修行的三个学位 三个学分 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第一个执着的时候 你入了佛法的第一个文凭 拿得到文凭 当然没有那个证书 没有那个证书 入位 入位的意思 不过不是吃命 入位 入那个标准的位 吃那个位 好 那这个 执着没有的人 你超越六道轮回 进入四圣法界的第一阶了 四圣法界的第一阶 这时候叫做阿罗汉 阿罗汉 那么你看 他不圆满 阿罗汉还有什么 刚那个关系 分别跟妄想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不平等 他有不觉悟 有妄想就不觉悟 他什么 有亲近了 没有执着心的人 他心就亲近了 所以你就知道 亲近心 是修佛的第一个位次 六道轮回都不算 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 都是稍微了解什么是佛法 还没真正去修 那也还没真正有能力修 所以前方便补习班一下 补习班 要补一下怎么考 考进佛的学校 这时候阿罗汉就要考上了 因为他没有 他六道轮回补习的很够 所以把那个执着心都补掉了 补掉了 他关系这样 所以他当然有不觉悟之苦 不圆满 有不平等 不平等就有 还是有一些生命的瓜葛 瓜葛 他只是智力 他自己有亲近心 自己比较能够消化 所有一对立 分别来的凡忧 他自己都可以消化 因为这一个生命状态 就叫做正觉 前面是不是讲个 无上正等正觉 对不对 你把后面那个正觉抽出来 这就是阿罗汉的位阶 叫做正觉 因为他得到了一切智 因为没有执着 你没有执着 你得到一切智 一切智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智就是了解一切 生命状态 刚刚讲那个空性 他知道了 他了解是空 是虚幻的 所以他知道空的本体 能产生一切的现象 一切智他知道了 这个生命体 可是他还有分别 跟妄想的课题 还没解决 所以他必须要再把 分别心修掉 这时候就叫做菩萨 那菩萨另外一个名称 就叫做正等正觉 等于觉悟了 可是还没有圆满 还没有圆满 所以他还没有圆满 所以他的智慧 没有完全圆满 所以他还有一在他智慧以下 智慧所及以上的课题 不能解决 他还有这个问题 所有一执着产生的问题 跟分别心产生的问题 他都有能力解决了 所以他没有这一类的烦忧了 可是他还剩下智慧未圆满 未圆满的那个问题 还没解决的 他还有那个困扰 所以他不圆满 那这时候叫做 他证得了一切种子 那什么叫一切种子 刚刚讲了解空性 一切种子就是 他了解空有不恶 真空妙有这件事情 阿罗汉他在了解真空 妙有不太理 妙有不太理 然后不变随远 随缘不变 对不对 不变不随缘 不变不随缘的阿罗汉 可是不变不随缘 他也影响不到自己 可是他力重的这个基底的能量不够 不够 所以佛陀 赫赐 赫赐的喜撒 赫赐你们听得懂吗 骂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用骂不好听 赫赐 对赫赐 赫赐 阿罗汉 有一个名称叫焦牙拜种 你看 不好听 对不对 焦牙拜种 像佛陀你是觉得我烂到不行吗 这样 对不对 阿罗汉说还真是 那我们现在被骂一下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学佛的雅量的不一样 阿罗汉人家听到佛陀骂他焦牙拜种 如是如是 忏悔忏悔这样 那我们现在实际念一下我们 怎么那么不小心 对不对 马上二点香香 那个不重要 这样讲到哪里 菩萨 对不对 好 一切总之 空有不二 可是呢 空有不二还没达到圆满 他还没有达到圆满 所以他还有妄想 那之后他在努力 他在努力就把妄想也修掉了 妄想也修掉 可是妄想修掉的生命境界 不就是妙诀了 不就是 他还有妄想的无名习气还没断 这个无名习气是什么呢 这个无名习气就是 好比我们现在这个酒瓶装着酒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酒本身叫做 叫做执着分别妄想 酒的本身 妄想 那么我们把这个酒瓶里面的酒全部倒光 倒光之后又用清水把它冲 冲得很干净又把它擦得很干 这时候闻了有没有酒味 还是有对不对 不要客气 很多都喝过酒的 有酒味 这个酒味 闻了会不会醉 不会 用这个酒味来形容这个生命状态 已经没有妄想的本身 可是他有妄想的习气 习气不碍事 这时候的这一批大菩萨 我们也可以叫他叫 诸佛菩萨了 加个佛了 他已经是佛的能力了 叫做一真法界里的41位法生大事 那么41位 这个位是位次的意思 是极数的意思 不是一个两个 不是一位专家来了 两位学者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可以有N个 你们大家都有份 都有份 当然要努力的前提 所以进入了这一个一真法界 有41个阶级 所以从十柱 十行 十回 向十地 到等绝 末后一个 等绝 等绝就一个位次 其他的柱 步行 回向 地 都有十个位阶 十个年级的意思 这个都叫法生大事 那么你们一般现在在学修 遇到的这一些什么 你们嘴巴常常讲的出来的 这些观世音菩萨 普行菩萨 文殊菩萨 几乎都是这一个位次的 这一个位次的 那在这一个位次里面的大菩萨 就是等绝 一等绝 等绝都是后补位了 他插最后一品身相无名的习气 善尽 他就入了妙觉位 回归场极光了 所以总共有几个 42对不对 第42个位次 就是圆满如来 就是欧能多能三秒三菩提 所以如果你还在一真法界以前的 叫四圣法界 那么一颗盘告诉我们 有所谓的身文 圆觉 菩萨 佛 这叫四圣法界 那这个佛跟后面的妙觉佛有什么 这个是所谓的藏通佛 四圣法界都叫做相似即佛 很像 可是不是佛的本身 那么我们在佛家常常用月亮 跟合理的导引月亮做比拟 那个月亮的本身有从初二月牙 初三开始 一直到月圆 十五 十五那个月圆就是妙觉 前面的就是41位法生大事 41个集数 这个已经超越四圣法界了 所以这个完全没有生命的窘境了 没有了 那么四圣法界前面那个佛 就是什么 合理佛 就是弧面倒影的那一颗圆满的月亮 可是你看它是倒影 它不是月亮本身 对不对 那个叫相似佛 它有那个样子了 可是它没有完全做到 学得很像样 完全没做到 不是完全没做到 是没有完全做到 这个你看画倒装以下就误会大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世间人讲什么 感觉没感觉 你看样子都一样 可是为什么一个做到一个做不到 样子都一样 因为它练就的功夫不同 所以在这个水中月 也有依着月亮的月牙跟那个月远的这个等差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四圣法界 所以刚讲声闻就是讲阿罗汉 圆觉或独觉就讲披之佛 菩提菩萨佛这四个 那这个佛叫藏通佛一科派 这四个就是因为它还有妄想没有断 有的分别也还没断 有的当然没有执着的完全断了 所以它有这一个问题在 它的基因是这样 所以它还有这样的基因产生的结果 不能圆满透彻的窘境 是这样 所以学佛要把位阶定到最高 就是那第十二个位次 叫做妙觉如来 那那个妙觉如来 就是你们诸位的真如本性 用世间法来讲 就是你们本来完美无瑕的本能 就是那个妙觉 它不是在讲外面那个佛 这些在讲你们自己的生命状态 就是这样 只是你们从来没有一正确的理路去学习 把我自身的这个能力给张选出来而已 所以你们要会看佛经 所有在讲的当机者都是在讲我自己 佛一时佛在所未成 对着谁谁谁讲 你说它是对设立佛讲的 对不对 它是对目见连讲的 对不对 那你也不用看了 没有一本对你讲 那你学什么学呢 那三才同志五十三参 是三才同志在参学 五十三个三知识 那这里面就是没有你 看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会学的就是 所有一切佛的教化 都是针对我 所以这就是三才同志 为什么能够当生一生就成就的原因 因为它就一个概念 全天底下只有我一个是学生 所有一切不管善人恶人 通通是我的老师 通通是诸佛菩萨 视线人间 用尽各种善巧方便在教育我的 所以有的视线恶 有的视线善 有的视线不恶不善 通通也是在对峙 我这个生命体系里面 有善有恶 有不善不恶 在对峙我的 所以学法的人要善于用心 就用这个心 用只有我是学生的心 所以这时候要不要来课堂才能学 当然不用 课堂已经是最不得已的 对啊 在课堂干嘛呢 在外面喝个凉水 对不对 在喝下午茶不是也可以学吗 下午茶还以享受的方式 当然不要变成折服的方式 享受的同时又再增加 那来课堂真的是已经不得已的状态 来到这个时代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在想说 过个三个两次 大家能不能放我飞了 放我飞 然后大家用着这一种所谓的 格物在生活当中修炼的方式 去成就自己无上道 那多好 听我们这边耍嘴皮子 这样子可以明白吗 刚刚四圣法界 那也告诉诸位 四圣法界的这一些诸小菩萨 诸大菩萨 诸中菩萨 在整个虚空法界里也无量无边 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关心的这个地球 之前我问过几个同事说你们觉得这个地球 我们常常在学法过程嘛 说老师遇不到那个嘛 善知识佛菩萨嘛 那想说你知道这个地球诸佛菩萨多 还是这些众生多 就开始做梅头了对不对 要想你们觉得现在此时此刻 你们这个地球佛菩萨多 还是我们这些众生多 佛菩萨多过我们太多了 要没有的话地球早就爆炸了 依我们现在人类的业力 地球是承受不住的 在这个末法时期也稍微加速了一点 加快了脚步 很悲哀 不是加快学法的脚步 而是加快末法的脚步 那也因此我们自己就要勉励自己 我们不能老是在外向上抱怨 人家基督教讲得很好 叫什么 与其诅咒黑暗 对不对 不如点亮烛光 那个也就是我们佛家常在点灯的意义 燃灯古佛 以灯 燃灯续燃 灯明无尽 那么一个船一个一个船一个照亮 最后全世界都亮 那亮的时候 光光护照也不分你我 所以那是要美好的世界 那你要光光护照前提 你就要把自己的新灯先点起来 那就是基督教讲得与其诅咒黑暗 这个世界哪里不好 哪里的人很恶止 哪里怎么样 不如把自己这一颗新灯点燃起来 你还可以照亮一下你周边的 对那再把火火加强 对不对 你还可以照亮 这是刚刚前面讲的 从格物开始 一个人开始格物了 他的新灯那个苗就开始燃起了 就这样 那你一层起何时可以理解 这个火苗可以燃到平天下 是这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你这个火苗都不用换 一直燃 一直燃 然后最后就是到天下平 天下太平 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本然的生命状态 所以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 从这边开始 那么至于利重利他 还得要先为自己负责 才有办法去讲 虽然佛说不发菩提心不能成佛道 可是我们要深切了解何谓菩提心 对不对 昨天讲 这个执心 身心 大悲心 真诚 好善好德 跟所谓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之心 我们要把它生出来 那么为什么许多学佛 学法的人生不出来呢 因为还不明理 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能够叫着我们 就是要发愿 没有这样子 没有一个固定 他因人而异 可是总不出所谓的放下跟看破 看破就是解 解门 那有的人是因为不明白才怎么样 才做不到 那有的是因为他表现的明白 可是他不能去认同 所以他也做不到 那有的是明白了 他碍于自己身后的习气 他也做不到 随便讲一讲 归纳一下有三大类了 对不对 就有三大类的手段方法 所以没有固定 所以善于去体会于自己是属于哪一类 就去找那个对要就好了 那从舍 可是最终你不能没有去验证 印证 所以佛法不是讲空话用的 佛法是要善于验证出来的 它是因为它是高度科学 它只是超越现在科学的概念而已 而它真的是可以去印证出来 那么在我们印证的过程里面 又有一个标准 大家如果不知道 许多标准就捡起一个概念去想 就是你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烦恼分分断 那表示你没有学错 那如果我越学越纠结 越学跟人家越难相处 越多冲突 对社会越多看不惯 然后做事越做越糊涂 那么很多人说学法要干嘛 学法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人间一切的事 那包括人事物嘛 对不对 可以解决 所以照理说你越学 你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越能够达理 那你原来的专业是越等量提升的 那这是还是小事 最后它是能够解决死生大事 死生大事也不是我做一个人断气叫死 脱胎叫生不是这样而已 是一个生命真正永超轮回 永脱失胜法界的一个生命境界 那脱了不是就没了 脱了的意思就是你不受障碍了 因为你不受障碍 所以你又可以来去自如 所以那时候的生命就叫大自在圆满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你真正可以办到 可是不是人世间这么狭隘的随心所欲而已 它是整个静虚空骗法界 你来去自如 你要决定什么 就决定什么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意念 要不要的问题 它只是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所以学法的准则要善于去印证 要验证我生活当中是不是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表示不是你觉得对象教你教错了 就是你自己态度错了 或者是你太懒了 或者是你太执着 有自己的见解 把人家的意识扭曲了等等 你要善于去做微调 那刚刚前面讲 微调的前提就是你要善于检测 对不对 那学佛 之所以把血放在前面不是佛学 就是把佛的装进我的生命体系 把我原来的丢掉 你很快速就可以成佛了 所以要成就佛道一生不难 最难的是不愿意 这件事情 那我发现多数的学子都在于 为失败找理由 而不为成功找方法 都在这个态度上决定 所以古人讲态度决定一切 信心成就一切 信心从什么地方来 你正确态度的运作 你会印证到很多真相 自自然就有信心了 要一个人没有去印证 直接要他有信心 是比登天还难 当然现在不能讲 现在要登天太空梭 都飞到月球去了 都超越我们现在人道的天了 那不是六道的天 所以要有这个清楚的知见 那么加上强厚的毅力 在生活当中就可以 那么切记 佛菩萨救不了一种人 就是不自救的那种人 所以佛度有缘人 度不了无缘之人 所谓无缘之人 即是因缘未成熟 因缘之成熟 关键意在于自己的肯不肯 所以自己只要肯 佛菩萨就来印那一点肯 自己非常肯 佛菩萨就印很多的肯 那么它是倍增 数率倍增的 看这样能不能理解 还有别的吗 师父您好 请问师父为什么 佛像眉心间会 点上一颗字 是否有什么表法上的意义 请师父开示 佛像眉间没有字 佛像眉间那是两根白蚝 卷在一起 你们远远看好像一颗字 白蚝听得懂吗 眉心 白色的眉毛 长在眉心 两根卷在一起 远远看是一点 很像字 对不对 那你们不是常常听到吗 白蚝放光啊 那个意思啊 所以它是有作用的啊 因为有很多众生 它听不懂我们现在的唠叨啊 可是你要放光给它看啊 它看到光它就 如是如是 我悟到了 然后就是佛经后面写的嘛 信受奉行嘛 欢喜 信要嘛 对不对 就这样子去啦 去什么 去干嘛 去承道啦 所以那个是眉心的两根白蚝 卷在一起放光用的 那懂吗 那这也是佛的三十二像 三十二庄严像之一啊 当然啦 不要执着这个啦 因为你们有时候看佛经 它当然有佛的照相经嘛 那么当时它生活的文化是印度那个地方嘛 所以它是依印度当年的印度人的美的价值观 去形容嘛 佛是怎么样怎么样嘛 比如说它有那个贫主嘛 那老婆来到这边 啊 佛不能当兵啊 什么 扁贫主不能当兵 对 所以你们如果用这样的概念去学习 你们就出处是窘境嘛 所以你要知道佛法 它有三个层次 三个状态啦 这样讲啦 如果依这一世 三千年前世尊 在印度住世出生 这一次来讲 它在那边有三个状态 一个就是真理的部分 一个是文化层面的部分 一个是修行功法的部分 那真理的部分 传遍了三四十方都不会变 都不会变 可是其他两个会不一样 所以你看啊 它传到了东土来了 中国 我们大中华地区 大中华地区就不要它的文化了 你懂吗 因为我们民族意识强 对不对 我们认为我们的孔孟老庄 对不对 这个文化底蕴够深厚了 那个当时的印度 我们有时候 这个老祖宗还觉得 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修行 要当乞丐吗 托波嘛 当然不是乞丐啦 我是形容歧视啦 那是你看 他们以前叫托波 我刚刚拿这一点 那个是当时印度修行的文化 它跟真理没关系 它是那个文化 那文化怎么产生呢 我们现在学法人就理解了 共业 大家喜欢这么一件事情 喜欢是什么 习气 对不对 生生世世来的习气 我们大家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喜欢 产生这么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 这个叫做共业 对不对 我们就要受用这个共同的回应 回应就是不好的叫做报应 反扑啊 好的叫做回馈啦 这样子 我们就有共同的这个结果 所以比如说托波是当时印度 他们那些人喜欢这么修行的方式 来到了中国 这时候都是国师 对不对 请来的国师 他把佛法传进来 那么皇帝不能让自己的老师流浪街头 对不对 去要东西好像吃不饱 这样有为他做一个为人弟子 有失弟子福其老的这个生命状态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文化 所以中国的文化 这个出家人都住宫殿 宫殿啊 你看现在寺庙都盖怎么样 宫殿嘛 对啊 宫殿 因为皇帝住宫殿啊 所以他为了供养他的老师 用最高理性的心意 对不对 师道啊 我们讲师道 所以他用宫殿给他们住 所以现在传道现在都 庙都是变宫殿 就是这个意思 印度找不到宫殿的庙嘛 所以这个都是文化类别 所以包括这些照相 对不对 长得怎么样 你要去观察 不同国家的佛 一定长得像那个国家 多数的人 那你不要讲 我们中国历史以来 唐朝的佛像就长得像唐朝人 对不对 我们现在啊 还得分宗派啊 对不对 衣现在修不是除了禅宗 以外 现在禅宗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都肥滋滋 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很喜欢福报嘛 喜欢福报啊 觉得太瘦 像我这种就不行 被雕传佛像就会说促后头 对啊 喜欢禅法的他就喜欢苦行 他们的雕塑就是瘦瘦的 对不对 穿着那些所谓的袈裟衣 不是现在的大礼服大衣哦 现在是这个 这个叫做庄严化 精华化了 以前是那个像技工 那个108谱的 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那所以学佛的人不能执着 可是我们到一个文化里面 要入境随俗 我们有人说因为我不执着 我就要求你不执着 不能这样子 所以这些照相 诸如此类都像这样 那第三个叫什么 功法 对不对 禅宗的喜欢打坐 参化头 那是他的功法 净土宗的喜欢念佛 那你说哪个对 那修瑜伽的喜欢 把头埋在地底下 那是他的功法 所以各有不同苦行 这个叫做功法 那当年佛法传到中国的时候 以前的道家是没有修行的功法的 无为而至 所以他们纯粹讲心要无为 所以功法上没有 所以来到了中国接受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真理的部分 一个叫做修行功法的部分 那功法的部分会进化 会变 文化的部分也会变 那当然刚不用讲文化了 直接来就变了 来到中国就变了 我们不要去流浪脱波 所以中国的佛法文化 包括吃素这件事情 也特指大中华地区 如果依佛教来讲 当然现在依养生概念 那个不放在这个范畴里面 依佛教的修行来讲 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它不是佛法的真理 如果是真理的话 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没吃全素 它随缘 它脱波 那这时候你还要学佛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 那当然你来到一个佛室 大家吃素 你不要说不要执着 叫人家不要执着 是你不要执着 你就要吃素 不要叫法师剃光头的不要执着 我先把你放出去 所以入境随俗 那这些文化被保留 一定有它的优点 那它的优点一定符合 那一群人的直信 所以你看法门无量 诸法平等 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从形式上 是从文化层面来的 所以这个摆好 我们现在照佛像 也很多没有这个摆好 因为你们现在很少看到 人有摆好的 在座有谁有两根摆好 准在这边 我以前有一根好很长 是黑的 所以照相有很多 或者是你说释迦头 现在你身边如果出现一个 带个一个释迦头 你会跟他阿弥陀佛 对 请指寿甘露法 会这样吗 你一定 怎么那么奇怪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文化层面 我们要去体会 当时照相它的表法意义 要了解它表法的重要就好了 懂吗 现在有问题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当作没问题了 感谢这位 感谢这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n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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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Om Shinao Tanao Shi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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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善善善善善善 善善善善善善 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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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上 上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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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鸟 三大鸟 天堂有路,自為梯,血海無涯,勤施案 若能不退出心,成佛有餘 所以在在處處,都是從我們第一步開始 所以學修之人,切莫,妄自菲薄 也不要因著累生累世,無時無明的习氣 而成為我們意念上的障礙 在事項上,我們不能說沒有 因為有造因就有結果 有造業就有業相 可是我們的心是造化主 切莫,反客為主 把我們這個造化主遺忘掉了 要把這個心的主宰給拿回來 只是一個轉字而已 所以若能轉悟,己同如來 好,勉勵諸位了,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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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